我们继续讲到圣灵充满的,而我们这几次都讲到如何被圣灵充满 而我们现在去到第五点,我们讲到如何被圣灵充满 第一点就是悔改,憎恨罪,离开罪,求主赦免 第二点就是读圣经,爱圣经,深信圣经应用和遵从圣经 第三点就是信心,相信神很想大大充满我们 第四点就是尽量长时间赞美神,尽量长时间去爱慕神,用心灵诚实去敬拜 然后第四点就是我们今次所讲到的就是渴慕圣灵充满 就是很渴慕神的灵充满我们的心 那么这个经文就是诗篇,诗篇四十二篇,大家这里听不听到吗? 诗篇四十二篇第一节 诗篇四十二篇第一节 在这个水的时候它会很像非常之强烈的切勿 非常好想好想马上去到那个水源那里的 那这个就是六的心,那我们都好像六那样有这种心 就是好想好想去到神那里 另外就是《列王记下》二章六节开始那里 就讲到以利沙如何渴慕被圣灵加倍的感动 那么在《列王记下》二章六节那里开始 以利亚对以利沙说 耶和华猜显我往若但何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 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 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二人一同前往 然后二章九节,过去以后,以利亚对以利沙说 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你要为我做什么 只管求我,以利沙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地感动我 这里就讲到以利亚将要被神接去 很特别的,她这个经历是非常特别的 就是以洛与神同行三百年,神就将她接去 而以利亚呢,她和神有亲密的关系 虽然她一样有缘辱,圣经说到她有求死 但是她和神是有亲密的关系 其实不是因为她和神有亲密关系,所以神将她接去 而是神选择接去 但是也是有一部分的因素,是因为以利亚是和神有亲密关系 她是代表先知的 所以在新约的时候,耶稣在他登山变形的时候 有两个人在他旁边,一个是摩西,一个是以利亚 就是以利亚代表先知的 那以利亚呢,其实她是没有死的 神跟她说了,我会来接你 那她就跟以利沙说了 你在这里等我,等我过去一旦河 那以利沙就说 她在耶稣面前说 在你面前起誓,我不会离开你 就是她是要跟着以利亚 那以利亚就对以利沙说了 那我未曾接她,你要为我做什么呢 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呢 只管告诉我 那以利沙就说 愿感动你的灵加倍,你感动我 那以利亚就说 如果在我离开的时候 你见到我,你就能够得着了 那后来真的被接的时候 以利沙是见到的 而且以利亚就把她的外婆给她 代表把她这个积分 以利亚这个积分 以及她那个圣灵的权柄 是给以利沙的 那我们就看到以利沙很渴慕 很渴慕 被圣灵加倍的感动 那我们会不会这样渴慕呢 这个经文本身都是简单的 最主要就是那个 渴慕的心 就是我们会不会 极度高度的渴慕 被圣灵充满 极度高度渴慕进入神的计划 被神大大使用 在我经历圣灵充满之后 我真的看到被圣灵充满 真的有一个很大的礼物 是真的可以带着神的能力 去祝福人 我看着那些人改变 我的心是非常之兴奋的 那我就觉得 神啊我真是很想给你大大使用 我想是走在你的计划 我不想任何的难所 所以那时候呢 就其实有一次呢 有一个这样的事情 我和一个人分享 关于我的经历 但是这个人呢 他是发生的 发生呢 他还 他还在带着电话 那然后呢 我就 就是心里面呢 就觉得很 很不平安 还有呢 我当我祈祷的时候 就失去了喜乐 因为我在 经历圣灵充满之后 一段时间呢 我就开始 迟时都经历喜乐 那圣灵就感动我了 所以他去处理 那我怎样处理呢 那我可以做的就是 我去 跟他说 啊 就是我有想过 我又不是做错 那我不是 我不是 就是说我做错了 而是说 我就想到就是 这样的说法 我就说呢 如果我令你不开心 请你原谅我 不过 当我再谈话去 这样说的时候呢 那个人依然是 接受 和是 也都是 很生气的 因为他很生气 就是说我为什么 为什么你 会进入 灵恩 这种 运动里面的 为什么你会 有这样的 信入这种路线 那但是呢 我自己就说了 我已经处理了 我可以做的 我已经做了 我不需要介意 他怎样反应 那圣灵就感动我了 以后有亲任何人 影响你 以后有亲任何人 做任何事 是难了 你所做的事 或者令到你受影响的 我们是 我们是不需要放在心上的 我们不需要介意 那我就 就是由那时候开始 任何一个人 任何一件事 有对我有影响的 我都即时处理 这个就是我在经历圣灵 充满之后 我刻意处理生命 那也都是令到我呢 是不容许任何一个难阻 还有呢 尽量尽量行神的路 是全心全意 做了神所吩咐的事 包括 去亲近神 信靠神的尾线 那另外呢 就是 处理生命中所有的问题 所有的被人影响 思想 情绪 任何负面的事情 还有呢 全心去寻求神 比我更高的策略 不同的时间 神 如果让我看到 有什么方法 我可以做得更加好 做得有些事更加有效 或者有些新的方法 我都会去寻求 去怎样的方法 可以做得更加好 那 就是我是想 尽量尽量做到神 想我做的事 那这个就是我 那个意志 那个心志 是高度的 想进入神的完美计划 是不想任何一样的 拿着 那我希望大家都是这样 就是都是说 走在神的路是最好的 因为神的路是完美的 这个善良 的旨意 顺全就是完美的 一个善良的 非常之善良 完美的 可喜悦的 神喜悦 我们有 就是我希望大家都是同样有这个心 高度的渴慕神 高度的要进入神的里面 不让任何人影响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是同样有这个情绪 比如最迷身的家人 我们关心他 不过我不会容许家人的难阻 或者家人的情绪影响我和神的关系 或者我的事物 我是会柔和地去 就是说去争取做一些事 就是说去争取做一些事 比如就算我现在做这个 这个Zoom的聚会 那就是我都告诉大家 我是用洗碗的时间的 那有时候家人都会走出行入的 就是我都 就是有会造成一些不变的 不过我觉得我可以善用这个时间 我就照做 我不会介意 不会介意有时候有些的不变 那我也都感谢主 他们都不是对我有什么难阻的 不过是 就是 这个东西都是要我争取的 那 在这个时候我就想大家有发问 就是说譬如你说我走不了神的路 我好像有些事难阻我 有些 就是我能不能够胜过这些的难阻 或者我的家人影响我 OK 有没有人有 比如说出这些问题 然后我们怎样去处理 有没有人有分享 就是说分享就是说 你在这些事处理的时候 都放下家人给你的影响 你的分享有没有人 或者不是家人的 就是情绪各方面 OK 那没有人分享我就继续讲下去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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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问你 比如说重阳节 清明节 那我都跟家人一起去做务的嘛 但是我的兄弟姐妹 他个个人都不是基督徒 那他们都会带一些 比如说烧猪啊 生果啊之类这样去 那完了之后就会一起吃的 那在圣经上面呢 就也有说说 就是如果你吃了这些白人偶像的食物 会影响到人家的信心 那你就不要吃了 是不是 但是我自己的心态呢 就觉得如果我不是一起吃呢 反而反过来 我的兄弟姐妹会觉得我 就是跟他们格格不入啊 就是有一点好像被 被我拒绝了他们 就是offer 说一起吃东西这一样东西 那这样的情况下 就是你觉得应不应该吃呢 其实呢 在保罗的时候 跟我们这个时候是不同的 是有不同的 就是说呢 他们有些人是有这个教育 就是说呢 犹太人他们是不吃那些东西的 那所以他们有这个观念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 其实保罗有说的 你吃没有问题的 他有说过的 饭物都是洁净的 不过因为人的缘故 你不要叛造他 所以你不要吃 那这个是当那些人知道这件事 但是呢 在中国人来说呢 很多人根本是不知道这件事的 他根本没有这个观念的 我们不需要把这个观念告诉他 我们可以照吃的 因为不是那些 就是食物那里有邪灵 我们也都我们亲近神的时候 什么邪灵都不可以教育我们 是我们有没有令到人 就是看到我们做一些事情 不合乎圣经的 那些有没有影响其他人的 和神的关系 那我们就去反思了 那如果根本他都不知道这件事 根本不需要跟他说 但是如果我们跟他说了 你说基督徒不吃的 那你就以后都不好吃 但是没有说过呢 是不需要你理会这件事的 有没有回答到你的问题 嗯 但是我有点分享 是的 那我就觉得你的家人 或者我的家人 不是只是因为吃不吃秘密 而隔隔不入的 就是你平时或者你那个表现 是对他们很关心 很爱护 常常请他们喝茶 诸如此类 他们会在其他方面加分 就不会这么专注这件事 至于是吃不吃制物呢 那我通常呢 我觉得我的神 我尊敬我的神 所以我是不会吃的 那他们都知道的 所以呢 他们如果对我加分的时候 那他们会特别 吃饭的时候 留花碟 烧肉分开的 这碟没拜过的 给我的 嗯 那就很好 很好的 比如那些橙眼 我说呢 如果你们不要告诉我 有没有拜过呢 我也没所谓的 但是如果你特别指明这些拜过的 我就不吃了 那我觉得是 就是他们心里面都有上帝的 虽然他们未信神 但是他们会尊敬你的神 我的分享是这么多 谢谢 OK 是因为你已经和其他人说了 但是如果没有和其他人说的 根本不需要理会这个东西 OK 好 那我想听的分享是你们有没有人 或者问题关于全全的卫生 就是你们会不会有这个心 去完全的卫生 去完全的卫生 渴慕神 那这个渴慕呢 是一个高度的渴慕 的 我有参加过一些聚会呢 他们是 每个礼拜都有的一些聚会呢 就是帮人渴慕神 一直叫那些人去感激神、愛神、渴慕神的同在 那我參加過這些聚會一段時間 是令到我有這種的習慣 還有在過程中我就留意聖靈的臨在 我怎樣做法,心靈即時感受到聖靈的臨在 那我是長期這樣做 所以我做到變得很自然這樣做 那我也都是很自然渴望,我不覺得是一個重大門 因為我覺得神是最好的 全世界沒有人像神那樣好的 所以我是很感激神,我能夠被聖靈充滿 能夠有聖靈的能力去祝福人 我是很感激的,我很歡喜,很樂意的 根本我是可以說我對於其他東西 我是沒有什麼興趣的 對於世上的我是沒有什麼興趣的 我覺得那些東西都要過去的 我看到世上的東西的時候 我不是好像有些人這樣渴慕世上的東西 我一點都不渴慕 我覺得這些東西全部都要過去的 那其實我事實上我看到很多人在這個世界上的時候 我時常我就會想到 我希望他們相信耶穌 如果不是有一天他們在地獄那裡是很慘的 就是我經常都是用神的角度去看人 神也都很憐憫他們 那求神就給我聰明智慧 怎樣去爭取機會 向任何人作見證 還有鼓勵人 向不同人作見證 還有在網上的我們發出信息 發出分享 這些都是學務的 我學務去做神所分布的事 那我希望大家都是有這個心 這些都是學務 剛剛是不是有人想說 因為我聽到有撒達 是的 是的 我分享 請說 我很同意你這樣說 我就有一個狀況 就是我不想我人生包括家庭有任何東西 阻攔我走神的路 所以我其實都遇過很多大病 遇到很多什麼 剛斷了 遇到很多什麼 遇過很多問題去阻止自己去走神的路 包括我最多問題是我很多大病的 我過去 我試過公外人差點中風 或者沒命 癌症 腦退化 這些全部都在我病患的時候 的確是難了我親近身 因為我那時候有一個錯誤的思想 就是覺得如果神你愛我 我怎麼會病 但是我現在被糾正 我知道這都是我在身體 或者是家傳遺傳下來 家族遺傳下來 身體的問題裏面 神是介入來幫我 而我最後一次就是 要牧師來 路退化那次 就是叫我繼續走神的路 但是當我沒有想過康復 我現在康復之後 我看回所有東西 原來耶穌說祂是道路真理生命 祂真是生命的主 經歷到那個說話的真實 所以我知道生命連結在祂裏面 走他的路聽他的話 裏面呢 就有一個很大的愉快 還有呢 經常都很開心 還有耶穌斯呢 我那時候去過你一段時間的聚會裏面 其中一個呢 很難忘的呢 就是那天 就是 哈利路亞 你教我們 用心底哈利路亞出來 跟著呢 神喜樂的靈呢 在大大充滿 我那天笑過不停的 笑過不停 但是其實我本身呢 是病到傻了 一個這樣的狀況 然後那天 就是那天晚上呢 就是那天晚上呢 我每一次呢 我出來聚會前呢 我要吃些收血管藥的專程 為了呼氣 我就吃些收血管藥 就出來聚會 回家我就繼續戴機 就要戴個呼吸機 我那天完了 笑到很痛的回家之後 睡上床 我還沒按部呼吸機 就睡了 第二天我起床 我說 我康復了 我不用拿部機來休息 就是那次開始 我看到呢 跟神面有極大的 有極大的安慰 有極大的愛 我現在裏面人生也是 除了神呢 沒有什麼是滿足我 那我人生裏面呢 最大的活力 就是講神的東西 真是最大 最大的動力 其次就是很喜歡欣賞 神的花草樹木 動物 雀仔 去到一個這樣的狀況裏面 去認識神 很奇妙 我也是呢 跟人聊天 那些人會說我 為什麼這個人呢 講什麼都跟神有關 其實原來真的有關的 我們 所以我感謝神 耶牧師 你繼續加油為我們 開這個平台 我發覺呢 對我 我目前呢 都在教會做一些 推動 討告 親近神 以愛 以愛神為標準 為目標的聚會 所以其實我這個呢 我有時候自己這麼想 耶牧師都是我的師父 是我師父來的其實 感謝神 就是這樣分享 嗯 多謝主 多謝耶穌 多謝主使用我們 那我也希望大家能夠 去祝福其他人 幫其他人去成長 那神就永遠紀念 神就永遠上次了 OK 那我希望大家有這個渴慕的心 就是說 神裡面有一切的恩典 一切的封信 我全心全意走光神的路 渴慕神 這個是對我最有益處的 那我希望大家都是有這個心 全心全意 走光神的路 神必定歡喜 神必定祝福的 那這個渴慕神呢 的表達呢就是說 在我們和神的關係 在我們親近神 遵從神 都是高度的和神有關係 那神就 喜悅和祝福了 還有呢是毀身 毀身去做了神吩咐的事 所有神吩咐的事 我們都全然毀身去做 那這個呢就是神喜悅的 那我們一起祈禱一下 求主耶穌 幫助我們 全然的毀身 渴慕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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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渴慕神和我們一起 渴慕神傳現的祝福我們 心裡面呢 渴慕神 將神放在手裡 求主祝福我們每一個 加力給我們每一個 多謝天父 感謝天父 讚美天父 親愛天父 我們多謝你 求主幫助我們有一個渴慕神的心 感激神的心 歡喜神的心 因為神是一切恩典的來源 我們全心感激你 全心愛你 全心讚美你 歡喜你 渴慕神一齊 渴慕神一齊 可不可以進入神的強烈的同在 很想很想進入神的強烈的同在 很想聖靈大大的充滿我們 求主加力量給我們 與我們同在 賜給我們一個渴慕的心 也都教導我們的心靈 整個心靈 我們的思想意志感情 和我們的靈 全然的渴慕你 將諸你為聖 諸你為大 因為唯有渴慕聖靈的人 才能夠被聖靈大大的充滿的 我們不是將神的工作 放在次要的地位 乃是將和神的關係 和神的工作 放在首要的地位 無論我們什麼身份 我們不是傳導人的 我們都是去想 我們的生命如何大大的 發揮學務 和神有密切的關係 和進入神 強烈的同在 大被神使用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感謝天父 我們歡迎你 我們學上你 我們呼求你 我們呼求你 哈利路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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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可以一起和我 在你自己那裏 呼叫耶穌的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讚美耶穌 哈利路亞 讚美耶穌 哈利路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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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讚美天父 多謝耶穌 感謝耶穌 請教我們 《古力raisが自 Öx�》 尚護 愛 joy 家 祈福 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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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心里面最体重的是神 把世上的事放下 世上所有的都要过去 求主帮助我们 时时都想到我们怎样去祝福人 怎样去更新人 但是我们都是用柔和的方法 我们去聆听他们 关心他们 不只是每天跟他们说耶稣 因为他们抗拒的时候 每天说反而更加抗拒 我们是关心他 跟他建立关系 然后在适当的时候 求神给我们适当的时候 适当的机会向他传扬福音 神就喜悦了 这些人也可以被我们影响 求主私恩祝福 多谢天父 赞美天父 感谢天父 多谢耶稣的大恩 多谢耶稣的大爱 我们全心感谢你 欢喜你 求主使用我们 大大的使用我们 多谢天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